有人说,投资者在市场里交易,就好比是探险家在森林里找路 如果能够站在山顶俯视森林,那么走出森林的道路就会更加清晰 我们平时在交易中所研究的基本面与技术面分析 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交易者在诺大的森林中寻找制高点 从而能够更加快捷,并且更加精确地找到走出森林的道路 为交易寻找方向 各位好,欢迎来到ATOS金融小课堂,我是分析师Glenn 今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 所谓基本面分析,是指以产品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为依据 针对影响其价格及走势的各项因素的分析 立足于未来,利用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来分析价格变动 而技术面分析则侧重于利用历史数据和变化规律来预测走势 通过使用技术指标,对产品过去的成交量和价格进行统计 进而分析未来价格走势 举例来说,比如交易者对澳交所上市矿业巨头BHP感兴趣 那么从基本面分析的角度来看 交易者就需要对该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解读 比如债务比例、盈利状况、市场占有率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公司发展 如果从技术分析角度入手 那么交易者则需要使用不同技术指标来对该公司的股价走势做出判断 分析目前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反转趋势信号等 常见的技术指标包括MACD、EMA均线、K线以及布林通道等 基本面和技术面各有千秋,并没有优劣之分 但也有各自的短板 基本面侧重于大趋势,更适合中长期投资 缺点在于门槛较高,难于上手 想要分析全面,通常需要知识储备量和信息渠道 而技术面分析则着眼于现有市场反映出的力量对比和统计规律 上手较快,通过技术指标的可视化则可轻松得出结论 更适合中短期投资 确定在于数据基于历史具有滞后性 所以结论常常会因短期某变量发生变化而反转 所以,许多投资人除了使用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 还会加入交易策略的使用 关注点赞,下一期我们将一起了解什么是马丁格尔策略